原警吹哨子朝車輛指揮 示意他靠邊停下 原來是駕駛沒有依照標示違規左轉 警方請他出示證件 沒想到進一步查證身份 發現駕駛郭姓男子竟然是毒品通緝犯 你之前是不是有案子沒去清 你法院是不是有案子 沒有法院都去完了 都去完了嗎 我們先釐清一下 台中警方日前在台灣大道二段 無權入口執行時 28歲郭姓男駕駛沒有切到內側車道就左轉 交通違規我們攔查他 他好像有案子沒有去開庭 被攔下之後下車接受盤查 他還一度辨稱自己都有去報到 表示不清楚遭到通緝 不過原警也隨即在他車上起貨毒品 安非他命、吸食器、K盤等等 檢測後都成毒品陽性反應 全安巡後將國姓男子移送台中地檢偵辦 TV新聞成績捐理蔡影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CircTV